借款费用资本化基础 哈喽各位视频面前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第九章第二节的学习 那这一节呢我们主要讲述的是借款费用相关的内容 首先我们来看借款费用的范围 什么叫做借款费用呢 它是指企业借入资金所付出去的代价 比如说你借入一个长期借款 中间是不是要付出相应的利息 你发行债券中间是不是还是要支付相应的利息 那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借入资金 付出的代价 具体的包括以下四个内容 第一是借款的利息 是我们这八经理解到的 比如说你像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 介入资金发生的利息 第二个呢就是发行公司债券发生的利息 第三是为构建或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而发生的代息债务 注意这个地方一定强调的是代息的债务 因为只有要支付利息 你才会因为借款而付出代价 这个时候才是属于借款费用的范畴 如果你借入的是一笔无息的债务 你借50万未来几个月过后或者一年多过后 你还50万 中间根本就没有承担利息 那这个是不属于借款费用的范畴的 这一点需要大家注意 第二 借款费用还包括发生债券中折价或溢价的摊销 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是对票面利息的一个调整 也就是对我们的第一项里面的第二个内容 发行公司债券发生的利息的一个调整 那具体怎么来理解这两个部分呢 它都是跟应付债券一关 我们来回顾一下在金融资产金融负债那一章节 我们学到过的应付债券的一个账处理 首先我们在发行债券的时候 需要收到一笔钱 借银行存款 然后代记应付债券 面值 那很有可能你收到的钱跟应付债券的面值 它是不相等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用利息调整这个科目去做一个平衡 那假如说我现在是收到了90万 面值呢是100万属于一个折价发行的情形 那这个时候我在借方就应该补一个科目叫应付债券 利息调整 然后金额是10万元 接着你在每期的期末是要去确认相近的利息 比如说假如说这个利息的话是一年确认一次 我们把它的频率拉大一点 借借财务费用 此时你要用财务费用去确认 这个财务费用的是用贪余成本 产与实际利率来求到的 假如说这个时候的实际利率是6% 那贪余成本多少呢 不就是应付债券这个一级科目的余额吗 那一级科目代方有一个100万 借方有一个10万 算下来的话 它的贪余成本应该是90万 90万产与6% 就是财务费用中的金额 这个是实际利率算出来的一个金额 那现在我们其实刚才讲到的借款利息 以及第二个折一价的摊销 它都不是指的这一块 而是合起来共同组成 按实际利率算出来的这个财务费用 或者是在建工程等相关的资产类型的一个金额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这个分路 借方我搞定了 代方其实我是要去记提这个利息的 代记应付利息 那这个应付利息就是按照面值100和票面利率来进行计算的 假如说这个时候的票面利率 随便举一个 5% 那这个时候算出来 这里应该是50万 这个地方是54万 显然代方是不是还需要去摊销一下这个利息调整的部分 代记应付债券利息调整有一个几万块钱 那这个时候 我们代方的应付利息 其实对应的就是第一块借款利息 发行公司债券发生的利息 而这里的应付债券利息调整呢 它是对这个票面利息的一个调整金额 那两个部分合起来呢 其实作用下就形成了按实际利率计算出来的这个财务费用 或者是资本的成本 那这个是这样来理解的 接下来就是第三个辅助费用 包括企业在借款过程中发生的租入手续费 佣金印刷费等交易费用 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强调一下 如果说是发行股票 那它产生的这个佣金手续费呢 是不属于借款费用的 因为我们在核算的时候 其实你都能够理解 债券发生的手续费佣金这些 你在核算的时候 要么资本化 要么费用化 进入到这个财务费用中去 但是你发行股票产生的这个手续费佣金 你是去充减资本公积 资本一价或股本一价 那它的科目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这个地方你要切记 它是不包含发行股票产生的佣金手续费 最后因外币借款而发生的汇兑差额 那这一块由于汇率变动 导致的市场利率和账面汇率出现差异的 从而对外币借款本金 以及其利息的记账本位币金额产生影响的 那这一部分也是属于借款费用的范围 好借款费用范围 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借款费用的确认 首先先来看一下这个确认的原则 我们刚才其实已经给大家讲到过了 这个在发行债券的时候 我们在具体的利息借记财务费用 或相应的债券工程等资本化的一个科目 然后半计应付利息 半计应付债券利息调整等相关的科目 那这个时候我们借方的科目其实是有两类的 一类就是期间费用科目 第二类就是资产类型的科目 那大家可以看到借款费用 它在确认的时候它是有两个途径的 要么就把它资本化 进入到资产类型的科目 就是资本化的一个过程 那要么就是费用化 直接进入到期间费用 这个财务费用科目中去 那确认的原则就是这两项 我们需要就对具体哪些 进入到资本化 哪些是费用化 进行一个区分 那具体来看一下这个表述 企业发生的借款费用 可直接归属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构建 或生产的应当予以资本化 进入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本成本 比如说在建过程 比如说存货相关的科目 这些都算 其他借款费用 应当在发生时根据其发生额 确认为费用 进入到财务费用中去 这个当期损益呢 我们就是财务费用这一个科目 它没有其他的一个选择 就只有这一个科目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段描述里面 它有两个比较关键的词汇 一个是符合资本化条件里面的 这个资本化条件到底是什么意思 它是只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构建 或者生产活动 才能达到预定可使用 或可销售的一种状态 那预定可使用的主要指的是 这个物理产啊 投资性房地产啊等等 那预定可销售呢 主要指的是存货 因为我们在前面 学存货那一章节的时候 就给大家讲过 存货的持有目的 主要是为了代售 对吧 那所以呢 它是达到预定可销售的一个状态 还有就是建造合同 传本无形资产的开发支出 等会符合条件的情况下 也是认定为符合资本化条件的 那这是第一个解释 第二个解释就是相当长的时间 我们一般符合资本化条件 并不是短时间内就能达到的 它是需要一个 比较长的一个构建期间 它是指为资产的构建 或生产所必须的时间 通常是一年以上 含一年 也就是大于等于一年的一种情形 在实物中 如果由于人为或故意等 非正常的因素 导致这个资产的构建 或生产的时间非常长的 那这种资产是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 你不能说你人为拖到一年以上 或者是两年三年 那这种情况 它就符合资本化了 其实不是的 我们要看的是正常的 这个构建和生产的期间 它到底是不是相当长的一个时间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要进行一个区别 到底是正常的 还是非正常的一种 人为故意操作的情形 接下来再来看 借款费用英语资本化的借款范围 我们前面讲的是借款费用的范围 那现在我们要讲的 就是资本化的一个范围了 那这个时候的资本化的借款范围呢 其实既包括专门借款 比如说为了购进一个厂房 你发生的专门借款 它是具有直接目的性的 那这种肯定是 属于资本化的一个借款范围 那还有呢 如果说你介入的这个专门借款不够 你可能还会发生一般性的一个借款 那这个一般性的借款 它也是属于资本化的一个借款范围 那这里我们提到了 专门借款和一般借款两种类型 专门借款是指 为了构建或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而专门借入到款项 这如果刚才的一个举例 就是为了构建一座厂房而发生的 它有直接的针对性 第二个就是一般性的借款 是指除了专门借款以外的借款 相对于专门借款而言 一般借款在借入的时候 它通常没有直接的指向性 它不是说特指就是用于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这种资产的构建或生产 它可能是其他的用途 它在借入的时候 没有具体的去规定用途 只是在后续的使用的过程中 随着你资金的一个缺失 然后你渐渐的觉得 这一部分借款我应该用于这个用途 它才渐渐的明朗说 我的这个一般借款要用于 什么样的用途 那这个是这两者的区别 具体的处理原则 我们也来看一下 是先专门借款 后一般借款 先去算专门借款产生的资本化的利息 再来算一般借款的 那它是资本化借款范围的一个内容 我们首先要了解范围 包括专门和一般 然后专门和一般的含义是什么 处理的原则 先专门后一般 我们大体有一个印象 后面会带入具体的例题来给大家讲解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借款 费用资本化期间的确定 刚才了解到了借款费用 资本化的一个范围 包括专门借款和一般借款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究竟在哪段时间 属于资本化的一个期间呢 因为我们只有在资本化的期间内 你介入的这些款项才能予以资本化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 具体来看一下有关的定义 借款费用资本化的期间是指 从借款费用开始资本化的10点 到停止资本化10点的期间 但不包括借款费用暂停资本化的期间 我们举一个线段图来进行表述 假如说这个时间点是开始资本化 这个时间点是停止资本化 这个字打错了 我把它改一下 停止资本化 那正常情况下 这个时间段就属于资本化期间 但是有种特殊的情况 这个特殊的情况就是暂停资本化 我们后面会给大家逐一的去介绍 什么是开始资本化的条件 什么是结束资本化的条件 什么又是暂停资本化的条件 那这里呢 也给大家大体的略了一些关键词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比如说开始资本化呢 我们一定要满足三个条件 一个是开始花钱或者是耗用物资 你要开始去修厂房 你肯定要买相关的物资 要买混凝土买砖 然后买钢筋等等这些东西 你要么自己买 要么就是用你自己生产的东西 反正你是开始花钱 或者是耗用你自己的物资 这个是开始资本化的一个条件 第二个就是开始计息 你有相关的借款 并且这个借款呢 已经介入正在计息的过程 那这是资本化的第二个条件 第三个 你构建厂房的这个行为要开始了 必须已经动工了 那这种情况下你才能开始资本化 满足这三个条件 一定是同时满足才能开始资本化 接下来就是停止资本化 停止资本化呢 它没有那么苛刻 它是四个条件中符合其中一个就可以了 比如说你这个主体的厂房建造已经完成了 或者是这个建造生产活动 没有最终全部完成 但是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 它已经符合相关建造合同设计的一个要求了 那这种也算 以及发生零星的资本化的支出金额 你后续还会产生一些零星的金额 但是相对于主体的金额来说 是非常小打小闹的一个金额 那这个也是停止资本化的一种迹象 最后就是试生产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 或者是能够正常的运转 这个也是相关的条件 四个条件你符合其中一个就可以停止资本化了 那这是我们的一头一尾 再来看中间的部分 中间是暂停资本化的期间 它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同时满足啊 注意 我凡是没有写到极选几的这种情况 都是属于同时满足的情形 那发生非正常的中断 强调非正常三个字 那后面我们会给大家具体讲到 什么是正常 什么是非正常 那这个是第一个条件 并且呢 这个中断的时间 要有一定的时间范围 它是连续超过三个月 也就是大于等于三个月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才能暂停资本化 那因此 有了这个暂停资本化的期间 我们整个的资本化期间呢 就不能算这一段 只能说是开始资本化到暂停资本化这一段 算第一个期间 恢复资本化的期间 然后到停止资本化 这个是资本化的第二个期间 那这些是属于借款费用资本化的一个期间范围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几个时间点 首先是开始资本化的时间 我们刚才已经通过比较通俗易懂的话 给大家描述了一下 但现在呢 我们需要去掌握一下教材上它的一个专业的表达 那这一块的话 我们在具体的计算分析题以及综合题 可能会用到这种专业化的一个表达进行判断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内容 这款费用允许开始资本化 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个是开始花钱或耗用物资 这是前面给大家总结的 那具体的专业化的术语呢 叫做资产的支出已经发生 开始花钱了 你的这个现金或者是银行存款 就开始支出了 对吧 你开始耗用物资了 那你的原材料工程物资等等 是不是就开始耗用了 开始发生了 都是资产支出已经发生的迹象 具体呢 我们可以通过支付现金 转移非现金资产 以及承担贷息债务等等 来表示这个资产支出已经发生 它是属于它的迹象 第二个就是开始计息 指的是借款费用已经发生 你发生了专门的借款费用 或者是占用了一般借款 产生了一般借款的费用 那这个都是开始计息的表现 第三个就是开始动工 这句话呢 我们就没有前面这么简短了 比较长 我们把它分段看一下 为使达到预定可使用 或可销售状态所必要的构建 或生产活动已经开始 我们前面在讲固定产的时候 讲到如果是自行构建的固定产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具体择救呢 一定是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次月 才来具体择救 那这个时候我们开始资本化的试点 也有类似的表述 就是为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但是不止如此对吧 那这里呢 我们在此基础上还要增加一个 就是可销售状态 因为还有存货的构建 产生的这个借款费用 它也是属于借款费用范畴的 所以这句话就是 为使达到预定可使用 或可销售状态 那这个地方我们断下去 所必要的构建或生产活动 然后这个地方又断下去 然后已经开始 那我们通过断句 自己分断句记忆一下 其实这个意思 就是开始动工的意思 只是它表述要更加专业化 好 再来看暂停资本化的试点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在构建或生产过程中发生的 非正常的中断且中断时间 连续超过三个月的 应当暂停资本化 这个里面有一个关键词 就是非正常中断 什么叫做非正常中断呢 它指的是 由于企业管理决策上的原因 或者是其他不可预见的原因 所导致的一种意外的中断 比如说企业因与失控方 发生了质量纠纷 而产生的这种中断 那这种情况下 你能够提前去预见 它会发生吗 你肯定预见不了啊 它属于非正常的中断 质量纠纷 大家可以记下关键词 第二个就是工程 生产用料没有及时的供应 这属于什么呢 管理决策上的原因 本来你可以正常的去购买 这些物资原材料 但是由于资金的管理 不到位 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 它没有及时供应 这种情况也是属于 非正常的中断 另外资金周转发生的困难 还有施工生产发生的安全事故 发生了与资产构建 生产有关的劳动纠纷的原因 你凡是看到什么事故纠纷啊 还有材料供应啊 资金困难等等相关的关键词 你通常都可以认为它是一个非正常的中断 那么讲了非正常的中断 我们再来看一下什么叫正常的中断 正常的中断通常限于应构建或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制裁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或可销售状态所必要的程序 比如说我们在最后完工的时候 没有主体工程还没有全部完成 但是你需要停一段时间去进行相应的检查 那检查过后呢 如果没有问题你可以继续修建 那这个就是正常的一种中断 或者说是事先可以预见的不可抗力的因素 比如说北方冰冻的季节 它是不能从事这种建造活动的 成设的话那个建筑的质量没有办法保证 或者说南方夏天 它经常会遇到这种暴雨相关的季节 那这些的话你其实是可以预见到的 虽然不能准确的预计到某一天 什么时候具体的开始时间 但是这个季节必然会出现这些问题 你其实在施工之前已经有这个预见 那这些导致的中断 它就属于正常的中断 我们在具体的处理上是截然不同的 如果是非正常中断且超过三个月的 那我们是应当暂停资本化 而其他的相关的情形 我们是仍然可以资本化的 那这个是暂停资本化的一个实点 最后是停止资本化的实点 构建或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达到预定可使用或可销售状态的时候 借款费用就应当停止资本化 那具体的话 我刚才给大家说过一共四个条件 大家可以大体看一下 构建生产活动已经完成 资产符合设计的要求 以及发生零星的资本化支出 还有试生产能生产出合格的能够正常运转 那这些都是停止资本化的实点 那具体的话 它的一个描述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体看一下 这里不再赘述 好我们来看一道单选题 2007年1月1号 贾公司从银行取得三年期专门借款 开工新建移动厂房 2009年6月30号 该厂房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投入使用 7月31号验收合格 8月5号办理竣工决算 8月31号完成资产的移交手续 贾公司该专门借款费用 在2009年停止资本化的时点 应该是这几个时间中的哪一个呢 应该是6月30号 因为我们前面在讲这个停止资本化的条件 其中第一个就是建造生产活动完成 这个时候你不管它有没有验收合格 有没有办理竣工决算 有没有办理移交 只要它已经达到预定可守的状态 或者可销售的状态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说这个资本化已经停止了 所以这道题呢 正确答案应该是选A 接下来还有一段话呢 也是需要大家去理解掌握的内容 如果说在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实际构建或生产的过程中 如果说所构建或生产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是分别建造 分别完工的 那么我们就应该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去区分两种情况 那这个呢是界定这款费用停止资本化时点的一个又一个因素 首先来看一下第一种情况 如果销构建或生产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各部分分别完工 且每个部分在其他部分继续建造或者生产过程中 可提供使用或对外销售 说的什么意思呢 说的是各个部分它是可以独立使用和销售的 它的完不完工是不受其他未完工的资产的影响的 那这个部分你正常的就分部分去停止资本化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等到整个资产的完工再去停止资本化 你分别进行就可以了 那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如果销构建或生产的资产的各部分分别完工 但必须等到整体完工过后才可使用或者是对外销售的 应当在该资产整体完工时停止这款费用资本化 那比如说汽车 汽车的生产我们知道是各个车间协同完成的 那这个车间可能是生产发动机的 那个车间生产汽车外壳的 那个车间生产汽车挡风玻璃的 那我们必须在一个组装车间把所有生产好的组装起来 那整个才能完工 你不能说这个我把发动机生产好了 我直接卖发动机 那个发动机也不能直接带着这个行人上路啊 对吧 我们必须是整车完成过后 你才能去暂停资本化 停止资本化 那所以说这个各个部分 它是不能独立使用或销售的 那这种情况呢 我们就应该是等到整体停止资本化这个时间点 再来做这一步账户处理 好 讲到这点呢 就意味着关于借款费用的范围 以及借款费用的期间 我们就全部给大家讲完了 那在下一讲呢 我们主要介绍借款费用的计量问题 感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关注我们不迷路 欢迎点赞评论转发支持